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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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看到這一台 就是BLADMAGIC新推出的 攝影棚用的 CAMERA 看一看這個樣子 非常的特別 前所未見 一般很少看到攝影機是這樣 但是它是 專為攝影棚所設計的 就像你剛才講的 所有的功能都在裡面 但是這麼小 到底用什麼來接工程師 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台攝影機還是 BLADMAGIC一向的概念都是 比IT的 IT base為出發點 所以它的觀念都是 比較偏向就是用 IT的方式去做 那它當然是 整個攝影機的架構來講 就是跟我們以前看到不太一樣 以前傳統的攝影機是說 我們一般講的就是 一般講的就是健康機 紅機幾乎都是長得像健康機那樣子 那它當然就是 概念整個已經突破那個感覺了 做得非常小 完全不像攝影機 對因為一推出 等一下這個鏡頭沒有裝的話 以為這個是一個 一個平板 對 以為是監視器啦 因為它整個感覺上 就像監視器 然後在監視器上 早期我們講有兩種 早期監視器 進化到裡面乾脆裝recorder 對不對 現在它是進化到 乾脆變成攝影機 這是一個突破 但是因為像這種結構 我們會比較擔心就是說 它是不是縮水 這麼小嘛 搞不好用GoPro那一種 一種像一個行車紀錄器 那一種 那一種Sensor 或是什麼來做攝影機 那它Sensor是大概採用的 它Sensor事實上 它採用就是我們 Bolimetric有一個攝影機 有個機型叫 Pocket Camera 就是口袋機 現在在促銷的那一台 口袋機 它的Sensor是跟Pocket是一樣的 是用它的Sensor 對 就是用它 就是什麼 16 對 Super16 的Sensor 所以你可以不用擔心 因為它的Sensor已經到了一定的等級 就是如果你有用 超越HD 對 它等於是跟原本的2.5K 是同一個規格的Sensor 只是它Sensor比較小一點 是Super16的Sensor 當然這是我們從正面的接口部分來看起 它的鏡頭當然可能 傳統的 4.3的 它標準就是4.3接口 對它標準就是4.3的接口 那它的好處當然就是 第一個4.3接口的鏡頭 當然相對比較 價格比較便宜 對那 當然它另外一個好處就是4.3接口 這什麼都能轉 如果說你的鏡頭 你不是用 這種所謂的單純的4.3的相機鏡頭 你要轉成Canon Nikon 甚至轉成 B4 B4就是所謂攝影棚在用的 B4的鏡頭 都可以轉接 這是 透過轉接環 對透過轉接環的部分 就通通都可以轉 這是4.3的接口的一個好處 那接下來我們再介紹 它的 Io的接口部分 那這部分它比較特殊的是 我們剛才看到這條線 這條線 我們一般 這個接口大部分都應用在IT的Fiber網路的一個傳輸上面 那當然Blimetric把它拿來傳輸Video 那它的特殊就是第一個我們知道 就是當它走成Fiber的線之後傳輸距離就非常遠 都自己算幾千米的距離在計算的 所以它就突破了傳統的SDI的線的距離的線 沒有那個線的距離 對 所以它這個可以傳很遠 對對對 不會衰減 不會衰減的部分 因為它是用光纖的傳輸 對 這是它好處 那另外一個就是光纖裡面它可以包含多路的東西 那當然 這是它是用兩路的一個雙向的一個光纖的傳輸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在每路的光纖裡面包含了哪些部分 第一個是Video 就是攝影機拍攝到畫面 影像傳回去 對傳回到系統上 那在第二個我們可以傳的就是Audio的部分 就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這部分 這是我們Intercom的部分 對 就是用我們Intercom這個部分 就可以跟我們導播系統做一個溝通 對 就是它很簡單 就是包含到Intercom很重要 第三個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個Tali燈的部分 Tali在這 對 應該是說整個攝影棚設備其實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它有Tali燈的話 Tali一定要的 對 不然人家不知道哪一台拍 不知道ON到哪一機去了 對 這是它一個 那它就這麼小它可以外接嗎 不行 目前是沒有外接的部分 就是內建 對 那因為它的燈還蠻明顯的 所以就是在ON的時候 你可能還是會很明顯去辨別到 對 這是它的部分 那當然它除了傳輸這部分 它還可以傳輸Audio的部分 像我們在另外一邊接口上就有看到兩個 就是兩個Canon的接 對 它有兩路的部分 就可以 你可以現場一些聲音 像你可以架指向Mine 這是輸入的嗎 對 這是輸入 兩個chain 對兩chain的部分 你就可以架 你選擇說我外部輸入進來 透過這個傳給導播機 對 傳回去它的系統上 當然它還有一台就是我們所謂的Studio Converter 的部分 它可以透過它把光線的訊號解開之後 對 就可以變成SDI的Video訊號 那可以變成Canon頭的一個Audio的訊號 就可以送到導播機系統去分配使用這樣子 對 因為我我才想 才想問這個 就是說 它完全透過這個這一條出去 是 那你那一邊必須一個解碼 對對 一個Decore的部分 解碼出來 就是Intercon什麼這些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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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它一台的Studio Converter 它可以對應到四路 對啦 一定要有一台這個啦 因為一般我們了解 走光纖來講 其實它很多就把它編碼 然後它必須透過那一台來解碼 解碼之後 Video歸Video Audio歸Audio 音樂看歸音樂看 所以它可以實際上還可以容納更多的 因為它頻寬是夠的 所以它只要能把它編碼之後 它譬如有十個東西要送過去 其實都OK的 是沒有錯 那不止啦 你看那個第四台那幾個頻道 一百多個頻道 一條Table就結束了 就可以搞定了 實際上它就是利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最主要它裡面等於是有一個編碼器 對 把它轉成光纖的訊號 轉成各種訊號 然後透過它來解碼 解碼之後就給Switch 給什麼給什麼 對 就可以分配去使用這樣子 當然你看這台解碼機 它本身 它就是一個所謂的Intercom 因為你看這裡有個小喇叭 對 這邊有耳機接口 對 一樣可以類似接這種耳機 或是你直接用Canon頭接麥克風 就是一個Intercom的設備 對 來我們看一下 這兩個嘛 是的 就接在那個我看 就那兩個插桶 對 我們就把這個接過來這邊 對 意思是趕快 對 導播這裡也就帶 對 你導播就可以帶著耳機 跟攝影師在溝通 當然你也可以透過喇叭 因為這上面本身就有一個小的喇叭 那一個就接那個外接麥克風 麥克風你就直接可以 假如不習慣帶這個的話 對 就直接用那 就用傳統的 就是Intercom的方式去溝通 那這裡就是切Intercom 1234 對 這裡就是1234的Intercom 看你要跟哪一路的攝影師講話 還是跟全部的攝影師講話 都可以透過這邊來切換 它是1234 上面也是1234 應該是說它是講話的方式不一樣 它是切換的方式 對 其實它一個選擇方式不一樣 它是對四路而已 對 應該是說 它一台的Steel Camera 它是對四路的 假如我用8G的話 就是再加一個 就必須兩台 所以說它一個解碼器就是對四台 對 應該是說它一個解碼器上面 它有四個Fiber的接口 就可以對四路的 不管是攝影機也好 反正就一直加嘛 對 一直加上去 四路是合理的 一般我們Switcher基本就是4、8、16、32 對 所以它是以四為一個技術 是 沒錯 所以四個一直跌上去 反正你機會越多就跌越多 對 沒有錯 所以這個在戶外也OK嗎 是 因為戶外當然線就不會用這麼細的 當然我們這種線它有比較好的規格 比較屬於戶外型 是耐壓型的 我想說 哇 這 這如果做外電話 這如果做外電話可能 太脆弱一點 太軟一點 對 那當然我們在 這個包覆不一樣吧 對對對 包覆比較粗一點 對 戶外用的 對 像 這是我們在棚內用 可能 這個應該是說簡易的IT在用的 對 那如果是Video 我們幫客戶規劃的時候 我們就會購買 應該不會用這一線 不會用這種線 我們就用比較粗的 耐壓的線 有那個包覆的線 對 有包覆的線 對 在外面工作 用這個是有一點擔心 對對對 這是我們展示用的 這是我們展示在測試的用的 就是代表只是一般的IT線 它就可以做到這樣的 對 不需要到特別 對 當然在這幫客戶規劃 我們還是會用專用線 比較高度規格的部分